独自在家 一款近期上架的免费游戏 看似可爱的画风 然而标签栏却出卖了一切 这款游戏可以说是非常的复杂 那么它到底隐藏着怎样可怕的真相呢 作文咯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探索 故名思义 游戏讲述的是一个小女孩 独自在家的故事 妈妈今天要出门 让女孩不要出门 无所事事的女孩来到卫生间 打亮了一下镜子 却发现镜中并无自己的倒影 很奇怪 难道她今天放假了 呵呵 灵魂拷问 但是 在她走出房门的那一刻 果然 这个世界并不简单 随后她来到了客厅中 响起了门铃声 出门一看 是一位红发小男孩 似乎是迷路了 女孩社交牛逼阵发作 热情地邀请男孩回家 并且邀请她吃蛋糕 之后门铃又响了 出门一看 是男孩的哥哥找了过来 这里我们就称呼她为哥哥 男孩为弟弟 两人回到客厅 弟弟却不见了 楼上传来了关门声 哥哥就冲了上去 而此时门铃又响 女孩出门查看 发现是一位金发小姐姐 女孩照例想把人带回家里 却听到了一个声音 让她离开 似乎是冥冥之中的某种命令 女孩无法拒绝 只能打发金发小姐姐离开 回到客厅 就听到了一声 让人心悸的声音 上德楼来 发现地上是斑斑雪迹 跟随雪迹一路来的阳台 却只看到哥哥站在阳台上 而弟弟却倒在了楼下的雪坡之中 时间倒转 又是一样的场景 妈妈今天要出门 让女孩不要出门 只是此时的妈妈 却没有了五官 今天的经历和昨天一样 哥哥来家里寻找弟弟 但这次 女孩和哥哥一起上楼 弟弟似乎是把自己 锁在了女孩的房间之中 女孩去厨房拿到备用钥匙 却发现房中空无一人 找了一会儿 枪声再次传来 雪迹还是一样 来到阳台 弟弟依然倒在血泊之中 第三天 还是一样的场景 妈妈出门 这次女孩选择跟着弟弟 两人来到后院的树下 女孩却说着奇怪的话语 加入我吧 加入我 就会有很多人陪你玩的 来吧 成为我的一部分吧 女孩不知还在跟谁对话 说着要把她主动交给对方 这个她到底是指什么呢 此时场景发生了扭曲 阴间配色让人挤背发凉 女孩指着不时从何时出现的神圈 那个神圈就是你的终点 弟弟就像受到了蛊惑一样 默默地走向神圈 但最终她挣脱了 跑了出去 这次她还是跑上了二楼 女孩想去拿备用钥匙 却发现钥匙已经不见了 她只能从旁边的柜子里 拿出了一把手枪 女孩回到了二楼 原来这一切都是女孩做的 女孩追着弟弟来到阳台 然后 第四天 依然是妈妈出门 但这次她却卡在这里 我原以为是游戏卡bug了 但其实并不是 出门就可以看到地上躺着弟弟 在把弟弟迎进门后 甚至可以看到另一个女孩走过 原来所有的时间线都在这一天重叠了 我们依然操作女孩 进行着前往后院 然后拿枪的戏码 在枪杀弟弟之后 却发现所有的一切人在循环 之后我就被踢出了游戏 再进游戏 游戏的画面发生了变化 此时我操作的是一个奇怪的人 头戴乌鸦面具 全身隐没于长袍之中 这里有一个怨灵 她想见妈妈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让你复活过来 回去你的世界见到妈妈 但条件是 把你的那一部分交给我 院灵答应了交易 要把那个部分带到树下 女孩回到了家里 妈妈依然出门 这次我选择把弟弟交了出去 弟弟被乌鸦恶魔带走 交易完成 那个声音再次传来 这次则是在跟玩游戏的我直接对话 交易已经完成 接下来就由你替她进行下去吧 不管是好是坏 再见 女孩醒来 整个世界变成了灰白色 来到门口出现了一位红发小哥 女孩似乎看不到这个小哥 而他也似乎在跟屏幕面前的我对话 女孩此时是被夺走了某些东西 灵魂并不完整 而他要想办法让女孩能够逃脱 作为玩家的我 必须找到隐藏起来的门 因为此时能够控制女孩的人 只有我和那个乌鸦恶魔 画面一转 金发小姐姐又出现在了眼前 这次她跟女孩成为了朋友 两人一起来到房间画画 一起来到后院当鞦韆 玩得非常开心 她告诉女孩 红发小哥其实是一个骗子 她只是想把女孩困得更深而已 但这个小姐姐真的是个好人吗 晚上 两人在捉迷藏游戏之后 一同回到房间 上床睡觉 再互道晚安 女孩闭眼的瞬间 画面一转 雨夜 女孩躺在血泊之中 一个红头发的男人站在一旁 旁边是一把手枪 随后警察赶来 这个男人正是五年前被通缉的连环杀人魔 他眼神呆滞 呆呆地站着 身体一片冰凉 非常奇怪 随后犯人被押送上车 带往派出所 但在路上却出了车祸 红发小哥在这里变成了蝴蝶 补犬了女孩失去的那一部分灵魂 斩断了缠绕在女孩身边的黑色丝线 女孩的灵魂脱离了恶魔的掌控 他也再次复活 犯人同样再次复活 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是活人 随着他的逃跑和乌鸦叫中的追逐 我们获得了结局 重生者 让我们回到与金发小姐姐在一起的那个夜晚 这次不要去捉迷藏 直接回房拿椅子砸开镜子 就可以进入镜中世界 而这里就是红发小哥提到的 隐藏大门的所在 在逃跑的过程中 金发小姐姐也露出了真面目 之后就来到了乌鸦恶魔所在的世界 在森林中经过一番解谜 并且以女孩的灵魂作为祭品 献上了纯洁的灵魂 女孩成功来到大门前 进入门后 女孩回到了家中 此时妈妈回来了 我们获得了结局 漂浮的蝴蝶 这看似是一个好结局 但蝴蝶却溺亡在了水中 女孩的灵魂已经消失了 让我们回到临终解谜的环节 在这里 不要使用女孩的灵魂作为献祭 而是利用这个疯狂怼数的怪物作为祭品 然后通过大门 女孩在门中仿佛看到了一道光 而她的双手似乎也变成了翅膀 随后 女孩又一次回到了家中 妈妈回来了 我们获得了结局 脱离 这一次 蝴蝶飞舞在了空中 女孩的灵魂得到了救赎 但这个是好结局吗 依然回到金发小姐姐的那一晚 这次使用妈妈的钥匙 进入妈妈的房间 房间里并没有温馨的陈设 有的只是满地的血污 以及两个奇怪的人影 之后才进入了正常的房间 房中有妈妈的日记 7月13日 妈妈回到家中 却发现女儿并不在家 她感觉不太妙 等她来到地下仓库 却发现满地的血污 那是用血画出的法证 女儿倒在阵中 丈夫却在一旁疯狂地念着咒语 丈夫是想把女儿给献祭了 这段日期的年份是2030年 之后 故事来到了2033年的7月8日 女孩在公园中迷了路 在问路的过程中 阿伟Fish的老板帮助了她 想必这个大叔就叫阿伟 但在一段巡路之后 阿伟却在跟踪女孩 他把女孩推进了仓库 想要干一些人神共愤的事 不过请放心 一个黑衣礼貌男救了女孩 阿伟被冻传了心脏 阿伟死了 男人救了女孩 放到了安全的地方 女孩就被妈妈找到了 接下来进入尽中世界 同样进入妈妈的房间 这里也是一副 妈妈带着女孩种花的图片 对着正中的花盆使用铲子 就触发了结局的条件 女孩又回到了家中 妈妈又要出门了 但这一次 女孩却从后面抱住了妈妈 她恳求妈妈一定要早点回来 妈妈走后 一切又开始了 女孩拿着手枪站到了阳台上 妈妈及时赶到 一只乌鸦也出现了 把一切都改变了 被妈妈推下去的是连环杀人魔 妈妈带着女孩来到屋外 杀人魔却不依不饶 好在黑衣礼貌男及时赶到 挡下了子弹 警察也及时出现 控制住了局面 女孩和妈妈回到娘家 住到了妈妈小时候的房间里 这一次 镜中的女孩已然回归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女孩安然入睡 床头则出现了一只乌鸦 但乌鸦恶魔却再次出现了 她的目标 就是女孩的乌鸦 巨大的乌鸦瞬间闪现 但最终 乌鸦还是逃过了一劫 恶魔嘴里说着 我不会放弃的 这不意味着结束 而是另一个开始 然后消失不见 游戏结束 游戏的四个结局 到这里就全部演示完毕 而游戏的剧情 可谓是扑朔迷离 下面讲讲我的理解 首先根据妈妈的日记 在2030年的7月13日 女孩曾被父亲献祭 按照剧情来讲 是想要献祭给乌鸦恶魔 三年之后 女孩被阿伟偷袭 李茂南曾经说过 女孩的灵魂被种下了种子 而现在已经结果了 这枚果实 就是那只乌鸦 是恶魔需要的东西 而那一次献祭 就是种下种子的仪式 在隐藏内容中 可以从报纸上得知 女孩在7月13日 遭遇了入室强劫 不幸被害 这从女孩的日记中 也得到了佐证 7月12日 一个奇怪的红发怪叔叔 一直在窗外看着我 我非常的害怕 当天的电视中 也出现了关于凶手的新闻 之后 她的灵魂来到了 恶魔所在的森林中 而恶魔似乎没有得到 她想要的乌鸦 于是让女孩复活 去献祭乌鸦 但这个复活 只不过是复活在 她自己的精神世界中 无限的循环 曾经有几个画面 是恶魔在操纵遥控器 可以断定 女孩的行动 是受到恶魔的控制的 直到作为玩家的我到来 让女孩的行为 发生了改变 有机会逃离这个世界 重生者结局中的 连环杀人魔 还有黑化的金发小姐姐 她们就是恶魔的化身 是用来阻止 女孩逃脱这个世界的 报纸上还有一篇报道 说五年前还有一位学生失踪 结合剧情来看 这名失踪的学生 就是一直在帮助女孩的 红发小哥 五年前 他应该也是被曾遭 通缉的连环杀人魔所害 然后被乌鸦恶魔禁锢了灵魂 而他一直想要逃跑 却始终无法如愿 因此他选择帮助女孩 避免他重蹈自己的悲剧 红发小哥曾经说过 女孩所在的世界 所有的人 都是女孩灵魂的不同个体 都是他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重复去世的弟弟 就是恶魔最想要的那个部分 是那颗成熟的果实 是那一只神秘的乌鸦 第一个结局 重生者 女孩只不过 是再次获得了循环的机会 并不能算是结局 第二个结局 漂浮的蝴蝶 女孩是陷阱了自己的灵魂的 她的灵魂将被永远的禁锢 第三个结局 脱离 女孩的灵魂得到自由 可能是去往了天堂 而我们也因此获得了隐藏成就 追寻光芒 第四个结局 并没有名字 可以说是一个开放结局 结合剧情来看 女孩还是去世了 但是她的灵魂 已经彻底脱离了恶魔的掌控 见到了她最想见到的妈妈 不知道各位 比较喜欢哪一个结局呢 恶魔的故事 仍将继续 而黑衣礼貌男 又是谁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还请给一个免费的关注和赞 谢谢支持 那么我是阿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